谈点娱乐圈男团中五大土豪行为 近些年男团成为大热门 无数相关节目的播出和完成 都少不了资本的运用和艺人的财富积累 今天阿淳就带大家一探究竟 第一名王俊凯 王俊凯是国民组合TFBOY里的队长 更是娱乐圈中的顶流明星 之前在组合七周年演唱会上 出的穿搭都是价值不菲的高定 全是花钱买不到的系列 其中有一套衣服搭配的饰品 就是正常人碰触不到的有钱 他脖子上戴的项链非常的引人注目 每一颗钻石的色泽都非常的漂亮 做工都非常精细 有细心网友发现 该款项链是某品牌的整形切割钻石项链 价值在160万元左右 不仅如此 他在演唱会上的一套西装都是某大牌 特意为他设计的高级定制 一套价值50万左右 着装上的富有不用多言 外加自身的商业价值一直名业前茅 财富的累加一定不敢想象 是新一代年轻人的榜样 第二名 朱正廷 朱正廷号称人间 Cucci朱有才 他的有钱程度是平凡人难以想象的 日常的服饰搭配大多都是Cucci 一个日常的双肩包价值在9380元 一个平凡的圆领毛衣售价7980元 简直就是行走的人民币 有钱到爆炸 朱正廷对Cucci这个品牌爱得深沉 不管是包包衣服甚至是首饰发带也是Cucci 要知道这个品牌的售价可不是一个普通人能消费的 更何况他的日常都是被这个品牌包围 之前出席活动身上穿的西装 不必说就知道价值不菲 但他身上的配饰也是不凡 蓝色西装配上香钻的胸针是香奈尔的 这还是一个西装上的配饰 就说他之前在西装上戴的流苏胸针 价格就在5000元左右 这简简单单的一个胸针 就是普通人一个月或者是一半以上的工资 让人直呼资本的可怕 梁迪在参加访问节目 打电话给朱正廷借5000元急救 正廷正廷 你微信里面够不够5000块钱啊 我有个东西需要微信 我微信不够5000块钱 转给你马上 哎呦 人家想都不想满口答应还是不用还的那种 这样的朋友你需要吗 反正阿纯只想说 这样的朋友给我来一答 第三名 易烊千玺 易烊千玺不用多讲 大家都非常熟悉 她是流量与实力艰巨的实力派男星 凭借电影少年的你出圈 成为演艺圈中的中流砥柱 名气有了 财富的积累更是不容小觑 别看易烊千玺低调不声张 其实人家是无形炫富 最知名 在前段时间热播综艺朋友请听好中 她身上穿着经典卫衣与牛仔外套 里面的卫衣看似简单 实则价值不菲 一件纯色卫衣价值2199元 相对于普通人就稍显昂贵 之前她去参加这就是街舞时穿的脏脏鞋 被网友嘲笑实在是丑 其实人家的价格是想象不到的高 一双鞋就高达3500元 更是普通人难以买到的限量版 每次出街的打扮就不戏巴了 只能告诉大家每个都价值不菲 之前工作室员工曾发微博 承包工作人员给家人带的礼物 过年回家更是直接承包员工的飞机票 在组合7周年演唱会上的造型更是不用说 各个都价值不菲 GCDS2020秋冬系列白色外套 搭配尼奥贝奈特2020秋冬系列西裤 细节处细腻设计 为酷机车男孩增添高级时髦感 她在新歌买步舞台上 身穿安迪木拉米斯特暗纹西装 搭配同品牌的绑带长靴 又酥又撩 这样的炫富行为只是盯山一角 其实无形的财富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让我等贫困女孩网尘莫及 第四名王源 王源是TFboy中最早出名的成员 身价早在2016年已经超越了2亿元 之前在某节目上 她临时购买的行李箱 不仅具有正常功能 更具有代步车的作用 明星同款经常是广大网友 最喜爱八出的产品 价格也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要知道一个简简单单的行李箱 在某宝上的售价就高达2500元 普通人看来可能不便宜 但在明星眼里 却只是日常开销的一种均衡 她因为喜欢美国潮牌Supreme 购买许多该品牌的物品 上到服饰类下到装饰品 对于不清楚该品牌的人 可能就要说 不就是一潮牌吗 能贵到哪里去 但其一个小小的东西 售价都不便宜 最搞笑的是 该品牌售卖的砖头 王源成为唯一的购买者 并让其成为工作室的装饰品 王源的每一次私服 总是给人不一样的感觉 之前是Supreme的狂魔 而现在成为高桥五郎的忠实粉丝 要知道这个老头出手的饰品都是全球限量版 迷倒无数的明星 王源也不例外 高老头之前出手的一件羽毛装饰 就价值上千万 购买资格也是有很强的要求 不是有钱就能买 还需要时机和条件 话不多说 上图 就从佩戴的次数 就可以看出王源的喜爱程度 这样的隐形富豪你爱了吗 第五名 陈志鹏 陈志鹏时尚的先锋者 更是中国偶像组合的开端者 如今他靠着综艺节目追光 把哥哥重出江湖 获得极大的关注度和曝光度 陈志鹏虽然年轻不在 但财富的积累不会弱 就在第一集出镜时 他的LV围巾 在他身上充分体现出他的价值 当好市网友在网上扒出他的价格时 更是直呼买不起系列 因为这款维巾的价格已经超过五位数 他手上戴的翡翠大戒指 虽然没被扒出价格 但明眼人一瞅就只不简单 价格在六位数左右 他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曾表达过 自己至少有三座山的名牌包包 直白的讲自己买奢侈品就是给自己努力生活的包奖 作为演艺圈的老前辈 生活上低调 但财富一定不少于千万 那也是普通人不可企及的高度 娱乐圈中有钱人很多 男团中的成员所用所穿 都是人们心中的时尚标杆 他们的富有更激励着无数有梦想的人努力奋斗 充把打工人